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剧地带 在《莲花楼大火之后》 诚意给大家带来了另一部新剧《南风之我意》 但是诚意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叫《莲花楼》来说有着较大争议 被某些网友评为全程张不开嘴,台词应急,教科书演技 诚意真的有那么不堪吗?我看未必 小编认为就一句话总结,数大招风,人红是非多 小编把网友对诚意的看法分成了几类 第一类是觉得诚意永远冰块脸不行 他们是这样比喻的 这类网友认为原著里的男主确实是霸总 可剧版的胡编乱造已经将其魔改为药物研发源 对于这种高知分子 诚意并没有展现出该有的专业或富二代高贵气质 只会用各种冰块脸来刻画 比如,嫌弃 他想要刻意演出那种搞笑的感觉 可隔着屏幕我只感觉到尴尬 本来人设就非常离谱 而诚意在偶像剧里的表演远远不如莲花楼这种 没有了人设的加持 诚意只能用古早的表演方式来浅显地制造笑点 小编觉得这类网友的观点太过片面 所谓的冰块脸只是偏见 只有真的认证观看 将自己带入剧情 才明白诚意在南风之我意的主角并不好拿捏 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并不是所谓的冰块脸 第二类网友觉得诚意张不开嘴 永远撅着吹哨硬凹高冷的感觉 说话却一直含糊不清 诚意演戏的这个习惯一直被不少观众吐槽 南风之我意中他也同样如此 无论说什么话 那张小嘴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般 就是张不开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小声自言自语 就算是原声台词 这样的口型也不可能将台词清晰地念出来 如同喊着一个冰块 也正是因为诚意说话的习惯 无论什么场景 他的那张嘴仿佛在吹口哨 微微地撅起 中间还露出一些空隙 可是小编觉得 这是一个人习惯的问题 只要能把话说清楚 把内容表达清楚 何必去挑剔嘴巴张开有多大 诚意不是河马 不是狮子 这和第一类网友的冰块脸 有着相似的观点 鸡蛋里挑骨头嘛 第三类网友的认为 诚意在南风之我意中 演技颜值双掉线 这个观点是最为集中的 也是被认可最多的 先来看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这演技 第一集就给看乐了 或许导演想把最虐的部分 放到开头吸引观众 可无论是诚意 还是张雨昕都完全演不出 该有的悲哀和伤痛诚意 还是那张各个肌肉 都不会动的冰块脸 和一张被粘住的嘴 原来是腿不行了 我寻思命药没了呢 一点情绪没有 随后又突然爆发 可这爆发的戏 直接让我笑出声了 前面演的奄奄一息 仿佛失明了一样 接着就开始发疯 没什么劲的用力捶自己腿 还给人眼投降了 你俩在这干啥呢 这种演技 连偶像剧都演不好 为啥还能各种男主资源找上来呢 要知道 诚意也不是第一次翻车了 其实没有颜值 演技顶上来也是可以的 但事实证明 诚意的演技也一般 而且在偶像剧里 不看颜值看什么 别看莲花楼播的不错 其实诚意在剧中的原生台词 就曾被大肆吐槽 他张不开的嘴 总是让台词含糊不清 不过这部剧并不靠颜值 而且人设太讨喜了 所以诚意的表现还比较适中 可别忘了 这剧里 他的发型 可是特意给刘海做了造型 早些年 还未大火的时候 古装造型 真的没眼看 其实就是正常的假发 还颇为真实 可他一露出正脸 好家伙 我真的找不出那鱼 比他颜值还崩得顶流了 与君哥演成啥样 相信也不用多说了 这部剧把全眸拍成了过家家 而诚意把帝王演成了太监 仔细一看 这发包 眉毛就是比较正常的 一般男演员 演古装 本身就没什么装感 你说这同样的装造 放在别人脸上 就有不同的效果 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陈香如蟹中 诚意演的是四大神界之首 可是应渊帝君 并没有帝君的气势 这飘逸的黑长直 却没感觉到任何仙气 穿着店间一样的服装 加上他的小鸡嘴 我一时之间还以为这是个配角 说真的 这种颜值放到普通剧里 当男二都得被吐槽 反而陈香如蟹播出的时候 铺天盖地都是杨子的吐槽 说真的 他至少还有点演技能撑得起人物 再回看男风之我意 其实并不是说男演员就必须颜值多高 但既然你敢演偶像剧 至少得有点东西能拿出来吧 到底是谁在吹他的言和实力 这位网友的观点被归为第三类的演技颜值双吊线 虽然点赞很多 很多网友都赞同 但是小编还是有话说 十年前 诚意为当时已经是英雄的陈晓 扮演了书童 诚意当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一直在努力 为自己的演技和演员形象进行着不懈的尝试 然而 诚意的道路并不平坦 他受到了一段时间的沉重打击 被导演告知他这辈子不应该再当演员了 但诚意并没有被打败 他坚持自己的理想 终于在2016年凭借《青云之中》林晶宇的形象 让更多观众认识了他 当然 在成名之前 诚意也参演了一些小成本的电影和电视剧 但都没有表现太出色 他试图走硬汉路线 但这不太适合他 后来他工作的公司破产了 诚意加入欢瑞 于李一峰 赵丽颖 杨子等人一起参加《青云之》 随后在《秦岭神术前入怒海沙》中饰演张启玲 充分展现了他的灵活性和演技 成功是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愿每一位观众也能在逆境中突破 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应该说2019年的《琉璃》让诚意真正走红了 剧中的《四缝》成功地塑造了诚意温柔 坚定 有力的形象 他在剧中的表现让很多人着迷 而且他和女主角的CP感也非常强烈 让很多观众都沉迷其中 诚意在《琉璃》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每一次吐血都让人感受到痛苦和脆弱 让观众更加认可和欣赏他 然而随着诚意成名他也开始遭受网络暴力 《琉璃》播出后他去社交平台交友 但由于一些媒体和网友的恶意营销 他成为了网络上的勒索鸟 他有血性体质 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有人产生所谓的负面评价 甚至有消息称黑粉组成了一个500人的大帮派 专门来黑他折磨他的粉丝 小编之前也是过于片面地听信了网上某些人的说法 等真的去了解诚意 去熟悉诚意 才慢慢醒悟 诚意从来不卖惨 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并通过演技救了自己的命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有的人只需要出道几年就能迅速走红 而有的人则需要经历十几年的坎坷 才能在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诚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是科班出身 但从18线配角到主演 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直到30岁才走红 这条成名之路十分艰难 但诚意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我们不能诋毁一个努力的人 小编真的希望上边这三种网友的片面观点 可以再考虑一下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商人六月寒 只有观众的鼓励和诚意的努力 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事业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好运不断 感谢您好运不断